原标题 赵匡印驾崩后 皇帝弟弟赵光义是怎样对待大嫂的 赵匡印黄袍加身成为了皇帝 在封建制度中 皇帝代表着特权 因此在古代 想当皇上的人很多 而纵观我国历朝历代的帝王 无独是经过斗争才能成为帝王 赵匡印当了皇帝之后 虽然在政治上的建树不是属一属二的 但是他起码不能算是一个暴君 但是赵匡印在死后 却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这在历史上 一直是使学家较为关注的事情 当时赵匡印也有儿子 不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传给自己的弟弟 这在我国历史上 确实罕见 基于此 有很多人认为 宋太宗赵光义的皇位来的 并不是名正言顺的 据有关历史的记载 在赵光印驾东的前一天晚上时 他曾经照当时身为晋王的赵光义进宫 而晚上晋王就出宫了 结果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赵光义就死了 而这时候 赵光义的宋皇后就紧急命令换馆 王继恩前去召唤德方皇子 可是最终这个太监召唤来的 却是晋王赵光义 宋皇后一见到赵光义之后 就明白了 宋朝的江山已经落到了这门人的手中 于是最后赵光义成为了皇帝 而赵光义成为皇帝之后 对待自己的皇后嫂嫂 却让人十分的不迟 而他其后的行为也为后人变低 因为宋皇后和赵光义特殊的关系 所以宋皇后被赵光义封为开宝皇后 但对待宋皇后模子 赵光义却不闻不问 甚至在宋皇后死后 赵光义也只是悄悄地葬了宋皇后 赵光义甚至都没有穿校服 其后有的官员在朝廷中提出 赵光义这样的做法不妥 此人说 宋皇后毕竟曾经是皇后 因此需要按照皇后的礼仪而安葬 而此人最后也被赵光义变去了边疆 从这一点上来说 如果赵光义打皇后来的光明的话 他何须如此忌惮自己皇帝哥哥的皇后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